如果你是给这个封面骗进来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有点小失望 因为这个 2024 款的 Proton S50 呢 外观上面基本上是我们东西都没有改啦 不过呢 我前几天拿到它的 list 了 其实它的配备部分是有升级的 那么升级了什么点 今天就带你看一下这个 2024 年的 Proton S50 首先它的升级的点是 这一次我觉得一个小小亮点啦 以前如果你是买到这个 S50 你要买到这个 Premium 跟这个 Fresh 的版本 它才会有这个全数位化仪表 还有这个 10 寸的这个出屏主机 那么这次你买到 Standard 的车型 它就有这个数位化仪表 跟这个出屏主机了 另外呢 那个 Powerput 的部分呢 以前 Powerput 是要给钱的啦 但是现在只要你买到 Premium 以上的车型呢 它就会有这个 Powerput 了 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以前是要加钱才会有 这个 Engine 的部分 其实也没有什么改动啦 就是我们收集的 1.5 公升引擎 那么只有在 Fresh 的版本呢 享有这个 1.5 的 TGDI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74 HP 峰值扭率 表现 255 Nm 如果是这个 Standard SZ 跟这个 Premium 版本 它用的是 1.5 的 MPI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48 HP 峰值扭率 表现 226 Nm 不过它的变速箱有点升级 原厂表示呢 这个变速箱叫做 TCT EVO 300 它改变在哪里 首先就是它这个牙箱的这一个反应速度呢 快了 0.2 秒 然后它可以帮助这个油车量呢 降低 10% 的油耗表现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它在这个 3 档 4 档 5 档呢 进行了一个优化 所以这辆车的这个牙箱的顿挫感呢 其实是比之前少很多啦 然后我刚才也有去试驾了这辆车的 然后这辆车的牙箱反应确实也快了很多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要长期驾驶的 Proton S50 的朋友呢 去驾驶这辆车才会feel到它的差别 那么这一次这个内装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改动 不过有一个升级的点 我是必须要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这个出屏主机 这个出屏主机的外观设计部分哦 跟之前的 Proton S50 基本上讲是一模一样啦 可是哦 它里面的硬件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首先呢 它更换了一个新的这个 4 盒处理器 然后它的记忆体是 4 加 64 所以呢 整体的速度快很多 就例如讲 今天你启动车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开启某一些功能的时候哦 它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快很多 我该try了 真的超快 然后呢 它里面的这个 layout 呢 也进行了一些更改 例如讲 今天你可能要调一些那个车子的设定功能 以前你不需要按到很进去 你要进去很多级才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但是现在你只要按setting了之后呢 像是这个左右的后视镜啊 然后这个雨刷啊 然后这个车门啊 灯的setting 全部都在第一级的菜单 就讲 你按进去 马上就可以调整 不需要去找一个一个出来 这一点就便利很多 然后呢 像是一个基本的功能 像是里面有这个 Juke's Music 啊 有这个 Spotify 啊 当然是肯定的了啦 还有一点就是呢 我们该有问 Proton 啊 Proton 表示就是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呢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现在就是等着这个 Apple 跟 Android 的这个最终 Approval 有了之后呢 这个车子就会通过一个 OTA Update 来实现这一些功能 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最后一步要等几久啦 最后一点就是呢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360 Cam 这 360 Cam 新增加了一个功能 首先它的这个 360 Cam 的清晰度变高 尤其是在晚上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成像会更清楚 你要 Parking 的话会更容易 然后 有一个新增的功能就是 当你使用这个 signal 打左边 或者打右边的时候 它会有个 3D 图像来显示旁边两边的资讯 就是给你一个更好的这个视觉效果啦 然后你停车也会更方便 也不怕撞到东西 所以这个以上就是 Proton S50 所有的升级点咯 这一次这个 Proton S50 呢 其实算不上是小改款 原厂也没有讲它是小改款 那么你讲它有没有诚意 我觉得如果你是买到比较顶配的版本 你可能 Feel 不大到升级 如果是买到入门的版本啊 像是这个数位化仪表啊 寸的这个新主机啊 然后还有像是 360 Cam 等等啊 是一个不错的升级啦 然后重点是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还不知道价格 听讲价格不会有变动 所以这一次算是变相加价了 尤其是这个 Powerboot 变成 standard 的配备之后呢 我觉得算是有升级啦 那么大家对这个 Proton S50 的这一个 2024 款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影片 告诉这辆车有什么差别啦 呃 大家可以留下 comment啦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我们下一次认识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见识 谢谢大家